駐美大使沈建宏今天在立法院外交朝政委员会中提出报告说 美匪关系在互设联络办事处以后将进入新的阶段 我国駐美使领馆人员将努力设法采取因应措施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跟以往一样的友好 双方均是经济贸易关系都继续有进展 沈大使也表示旅美的侨胞大多数终于国家拥护政府 但是共会已经开始对旅美侨胞进行渗透分化肩负的阴谋 我们应该加强侨务措施防止共会的阴谋得逞